昨天纪联赛2012第二赛季倒塌八强B组的比赛也已经开打 两场对战 同福与埃及分别战兽了各自的对手 胜利拿到了首胜 相比较A组的风云多变 B组的情况还算是比较明朗的 来自马来西亚的MUFC战队 通过昨天与同福的比赛状况来看 实力并不是很强 而新军V级虽然第一局比赛中被埃及压着打 非常的被动 但是在第二局的几波团战中 团队配合与个人意识还是可圈可点的 同福与埃及作为国内的两支抢队 实力毋庸之一 从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的状态非常的稳定 只要不出现失误 晋级四强也只是时间问题 昨晚埃及对战V级时 埃及的周更是提前为V级送上了新年礼物 好不容易除了把圣剑还没误热乎呢 就当礼物送给人家了 好在双方最后都很客气 圣剑物归原主 真可谓是有劲有缓再接不难呢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战队的周 这个周深刚才玩的有点大呀 这个圣剑其实这是出来娱乐的 觉得比赛已经结束了 可能当时身上就那么多钱去远古也商店买东西 然后刚好就那么多钱买把圣剑 想着可能最后一波了 但是没想到 没想到送了嘛 两场比赛两个2比0 首胜拿的略显轻松的同服与埃及 究竟谁能够拿到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呢 现在还真的不好下定论 小小海最王全面攻测 资料片伟大航路同时开启 全新海岛探险系统 美食烹饪系统 战船改造系统 你想征服伟大航路吗 11月19日12点 小小海最王全面攻测 登陆OPY.com 马上加入